市长布里德表示 根据这份新指南 旧金山将从6月1号起进入2A阶段重启 允许重新开放育儿服务、植物园、户外博物馆和历史遗迹 以及一些接触群众比较少的户外零售服务 包括户外宠物美容与户外礼法 另外如果疫情能持续控制 预估6月15号起就可以进入2B阶段重启 内容将允许开放零售业的店内购物、私人家政服务、宗教仪式、户外健身课程 以及禁止观众入场的体育赛事 如果整个6月份都能有效控制疫情 也预估可以在7月13号进入2C阶段重启 内容是有条件的开放店家、开放理法店、地产看房服务 除此之外布里德还新推出共享空间计划 内容允许相邻的商店可以共享部分公共区域 包括人行道、街道、公园等 来方便重新开放的商家可以扩大提供外卖、外送服务 东西新闻团队在洛杉矶的总和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金者 它的新公司